那很多學生考完駕照以後 都會跟我們說他想要到琉球、澳洲去玩 想要直駕 那問我們說有沒有這一塊 所以我們就特別從日本引進了右駕車 最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它的操縱零件 操縱系統的部分是跟台灣是相反的 譬如說燈光 雖然燈光在台灣來講是 波桿大概看到在左邊 但是在右駕車上面它的燈光的撥桿在右邊 舉例來講像我們打方向燈時 就是撥右邊的撥桿 它的燈光系統就是 方向燈就是由右邊撥桿來操作 譬如說它就變成到左邊 譬如說它就變成在左邊 排檔桿部分就是以台灣來講 都是用右手在操作 在右駕車來講的話 就變成是要用左手來做操作的 手搭車系統也是 就是一些操作上個機件的部分 所以可能對台灣的駕駛來講 一開始會有一些不習慣 操作油門踏板位置是相同的 都是用右腳來操控 這一點倒是跟台灣是相同 因為行駛的靠的方向不一樣 對一般台灣去的駕駛來講 會很不習慣 然後這個東西 因為跟我們直覺 平常的反應 和平常的習慣性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說可能是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 那我們右駕車跟台灣車比較不一樣 它很多操控系統都是跟台灣相伴的 第一格你先注意一下 方向燈系統 台灣一般都是在右左手邊的桿 波桿 在右駕車來講 它是使用右手邊 所以沒有說 往上一樣是往左 往下就是往右 它是跟他們相伴的操控位置 雨刷也是一樣 左邊的就是雨刷 你可以試試看 這是噴水 對對對 你可以上下波動 波動方式跟它玩一樣 只是它的位置是相反的 這樣 你可以先踩出煞車 然後試著打到第一檔 好 對 然後我們先試擋 第一檔 是的 好 放鬆煞車 來 我們慢慢前進試試看 我有看到在網路上 然後有 右駕體驗車 對 然後我想說 那就來試試看 因為最近要去沖繩 去日本 其實一開始很不習慣 很不一樣 就是放鬆燈都會打成是雨刷 對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比較熟悉 放鬆燈 然後左右距離真的有差 對啊 原本都在左手邊比較多 就是我們的車在台灣開 都靠左邊比較多 現在比較靠右邊 對啊 但是有比較順 接著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還是以 既然是體驗的話 其實我們是無料的 是給學員 就是說 如果你在我這邊是學生的話 我就會免費的讓你使用 我也不知道 socks 想試足夕 回観 周圍